超过35年历史的花莲秀姑蓝西大头目 助力在游客中心前方 也成为当地代表的地标 不过因为逐年老旧 再加上地震受损 在26号正式展开拆除作业 整体工程预计8月完成 有民众不舍要就此告别地标了 还特地到现场来看大头目最后一次 好像都不为所动 大头目 花莲秀姑蓝西游客中心前的大头目 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外手不停向中心挖 但大头目还是屹立不摇 下一秒直直倒下碎成一团 民众惊呼连连 有着35年历史的大头目 26号正式拆除 民众满满不舍来到现场与他道别 好可惜哦 小时候来远逐的时候都会来自冰 但是看到这样子真的好伤感哦 秀姑蓝西知名地标大头目 因为围水塔性质 长期处地震带上 受到影响出现漏水 与结构安全问题 与地方部落多次讨论后 决议拆除雕像 跟部落讨论的结果之下 发现说其实大头目 他这个印象并不是在地的一个 部落的文化印象 那经过大家讨论之后 我们就决议说要拆除它 冬管处表示新建物规划 融合在地文化特色 做成公共艺术 大头目正式走入历史 成为时代眼泪 永远助力有客心中 记得陈金燕花联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